那么今天呢我们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参与到Prop16的反对当中 大家好欢迎来到银火有约 接着上一期的话题我们继续来探讨加州的16号公投案 就是Prop16 那么我们还是非常高兴请到Frank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那么上一期呢我们主要讲了Prop16它是怎样的一个公投案 它会对不仅是亚裔而且是整个的社会 美国社会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那么今天呢我们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参与到Prop16的反对当中 当然我们可以在11月3号的投票的时候我们可以投反对票 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呢 Frank有请 好的那我现在的话呢是在这个一个专门反对这个Prop16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叫做Californians for Equal Rights No on Propor 16 这是一个选战组织里面做义工 那么这个组织的话呢是由那个96年的时候 把这个平等保护条款写进宪法里面的这个World Connolly来做我们的这个主席 那还有的话呢就是有这个美国就是联邦人权委员会的一个委员 以前国会议员以前是那个UC Berkeley商学院的院长 那么还有呢就是包括Betty True是我们第一位亚裔的律师在加州注册的 那么他们的话呢非常的努力在各个媒体上面啊 发表文章啊接受采访 来就是宣传这个Prop16对这个整个加州的会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这个团队的话呢那么当然我们也需要就是说 需要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支撑 那么我们前期前面两个月就是七八两个月的话呢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筹款 那么非常感谢就是因为这个是跟华人社区最直接相关的一个议题 那么我们前面两个月的话呢就收到了超过五千人的捐款 也就是说有我们的这个捐款可以从这个五千多人来自五千多个人 那么相对比之下的话呢 那么对方的话呢他是有一个黑人的房地产商在Oakland 那一个人的话呢他就给对方捐款捐了五百五十万 那实际上从这个捐款的这个对比上来看 那么对方呢其实现在是大概只有100出头的捐款人 那么其中一个人就捐了五百五十万 那么他们合计现在可以看到的总的这个筹款呢 已经到将近一千万了 那么从这个筹款的这个比例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是有这个特殊利益在里面 因为这个房地产商的话呢 他就是在Oakland从事这个就是一些大型的这个单位的这些改造 那么如果说这种根据族裔来进行这个区别对待 拿这个政府合同的话 那么对于他来说他是有优势的 是吧 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有一位就是 我们很有意思啊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一位黑人的这个民权律师 他叫Leo Torrell 那么他的话呢在96年209法案通过的时候 他是坚决反对209法案的 他是认为应该需要根据肤色来做一些区别对待 或者说这个啊 就是偏好的总组偏好的这个对待 但今年的话呢 他完全改变了主意 他现在在我们这一方帮我们呼喊 他说他坚决反对Proposition 16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他在民主党已经 他是一辈子的民主党员 今年刚刚啊 刚刚那个变成independent 原因就是他看到了太多的内幕 他作为黑人他作为民主党 他看到了太多的内幕 就是会有这种利益集团 他用假装的一些这个一些信息 然后呢 来骗取到这个政府的这个合同 然后呢 他会比这个低价的 就正常如果说你不考虑肤色的话 不考虑种族的话呢 那是价低者 这个只要你质量达到要求就可以得 但是现在你加了这个以后呢 他就可以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方法 来从这个纳税 从这个政府 也就是从纳税人手里 把这个钱高价拿走 他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些内幕 然后呢 在今年他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 他的名字叫利奥陀瑞 那我可以问一下说 那我们筹到这些款 我们是怎样使用吗 好的 那么首先的话呢 打选战的话呢 是需要有这个专业人员的支撑的 那么我们包括呢 就是 我们包括我们的 Trader 包括我们的Campaign Manager 包括我们的Communications 包括我们的Daily Operation 然后呢 包括我们的律师 我们之前的话呢 就说因为这个选票上面的 这个title是 加州的这个总检查长办公室定的 那么实际上的定的呢 也是有偏向性的 那么我们也去 就是说跟这个法院提出了诉讼 那么去 去争取 就是说能够做一些改变 当然了 就是说法官最后的这个 这些都是需要金钱的支持的 对吗 对 这些都是需要金钱的支持的 那么选战打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话 那么 现在就是需要去做广告 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声音 要发出来 要让广大的选民知道 就是说这个提案 名义上是帮助少数族裔 但是实际上是会 害了少数族裔 甚至是害了我们全体 加州人民的这个公平公正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但是呢 对方现在有1000万的这个 广告资金 那么我们现在呢 实际上还不到100万 那么这样的一个资金上面的差距呢 会导致就是我们在这个选民的 outreach上面 我们会存在一个劣势 当然了就是说我们也做了民调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选民 他两边的信息都没有接触到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很自然的会选 no on property 16 就是说从民调上来说 对我们是有利的 但是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对方 他不团的不团的去做这个宣传 然后宣传他们的谎言说 propriet 16会对这个少数族裔更好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重中注重的 就是需要大家来给我们 来这个做一个捐款 我们的网站是 Californians4equalrights.org Californians4equalrights.org 这个我们会放在节目的下方 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来知道 怎么样参与捐款 那么特别是疫情当中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在忙着 处理疫情的各种问题 有工作上的问题 有孩子教育的 线上教育的问题等等 可能很多人没有机会 没有时间去了解prop 16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公投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 用这样的一个资金 可以帮助到大家了解到prop 16 它的真相 可以怎么样来反对这样一种 把种族其实合法化的 这样的一个网 能够给它停止 给它饿杀 好的 我们上一期节目 也讲到说 我们亚裔群体 我们中国人很努力 我们也很优秀 但是呢 同时我们怎么样可以 更多的帮助到 一些烈士群体 其实并不一定是少数族裔 因为每一个族裔都有烈士群体 可能有不完美的 父母亲这样的家庭背景 有可能是有经济社会地位的 不够不够好 所以都需要帮助 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帮助到 这些族裔 这些群体呢 好 谢谢悠悠 我特别喜欢你刚才提的 这个一个词 一个是这个就是 弱势群体 我相信的话呢 就是说 其实美国 为什么吸引我们这么多 移民愿意过来 其实就是因为 这个国家是有爱的 那么我们是愿意 我们所有人也都是愿意 对这个社会进行回馈 那么愿意帮助 这些弱势的群体 当然了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要特别警惕一个概念 就是常常会有人 把这个弱势群体 稍微换一下 就变成了弱势种族 那么 弱势种族的这个概念的话 常常就会 让我们陷入到一个陷阱的连续 因为一旦你把人 按照祖族来分开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已经 把他的个体性 不管他个人的努力 他家庭的差异性 就都被消除了 所以呢 我们是非常乐意 去帮助 而且我们也愿意用爱 来帮助这个弱势群体 但是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要特别警惕 弱势种族 这样的一个提法 这里面是有陷阱的 对 所以我相信呢 就是说不管我们这个 Proven16这个法案 它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投票结果 那么我们希望的话呢 我们所有的亚裔的家长 华人的家长 那么我们都还是要坚持 对社会做回馈 我们要帮助 我们的弱势的群体 那平全会的这个项目的话呢 我们也会一直坚持在做 那么即使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跟这些孩子们面对面的去接触 那么我们也还是就说用Zoom的方式 来跟他们有做这个一对一的教学 实际上呢 其实这种一对一的教学方式呢 其实反而我们现在看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那我也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机构 那么这个机构的话呢 它是专门收容这个Homeless的这个家庭 当然了它收容的条件呢 不是根据族裔来判断 它的条件就是说 这个家庭它有孩子 另外呢就是说 作为家长来说 你要借酒 借口 然后愿意在进入这个机构 500天或者1000天以后 能够愿意回到这个社会上 走上工作岗位 也就是说 他们帮助的是 愿意努力的这一个人群 那么当然他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是说沦落到这个Homeless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说他们还愿意从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 那么这个机构它就愿意去帮助它 叫做Solutions for Change 那么我们觉得呢 这个机构的这个这个Vision 跟我们San Diego San Diego亚裔评刃会的这个Mission 是非常的接近 所以呢 我们就派出了我们的这个高中生的义工团队 去帮助对抗帮助他们的孩子 那么这些孩子呢 他们也是很愿意学习 他们也给我们写了写了一个广告 要不不是广告了 就写了一个一版的感谢信 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感谢信 可以分享给你 Frank 非常感谢你跟我分享 我们可以通过捐款的方式来参与到Prop16的反对当中 那么除了捐款之外 还有别的什么样的途径 我们可以参与来反对Prop16呢 好的 我们现在的话呢 也在那个 Order这个Yard Science 那这个Yard Science的话呢 就是插在我们这个前院的这些牌子 Prop16的这些牌子 那么应该 这周或者下周我们就可以到了 那么到时候呢 也请就是说大家愿意把这个牌子插在自己这个front yard前面 让你的邻居和你的这个朋友都能够看到 我们这个呼吁反对这个Prop16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这个上面的话呢 一个广告语就是 Don't divide us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我们因为族裔或者说性别 来对这些政客们来分裂 那么在这个疫情和这个火灾的这个情况之下 实际上我们更需要来团结 然后呢我们更需要就是说来尊重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个体的努力 而不是按照种族和这个性别来帮我们的 你看 非常感谢Frank的分享 所以呢我们今天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若是种族或者是说少数族裔 并不代表是弱势群体 我们很多时候呢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 同时呢我们在反对Prop16的同时 也不要忽略了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和义务 就是我们要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也可以通过具体的FrankFund 介绍了一些的方法 一些的组织机构 能够伸出援手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同时呢也在政治立场方面投出你重要的一票 那么11月3号的这个投票日呢 其实已经很迫近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 能够有所收获 那么结合两期的节目呢 能够做出您最好的一个选择 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您联系Frank 或者联系我们的节目 谢谢Frank 谢谢大家 谢谢悠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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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嗯